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雷 阿雷入手iPhone 11之后 其实第一个想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微信双开的问题 我已经咨询了很多那种付费的 但是总觉得不靠谱 联系没几天 再联系的话 他就不给你任何答复了 然后我就 索性我就不找那种付费的 然后我就通过各种手段 我获取到了一种形式 大家可以看我 现在我就有一个双开的微信 这个微信我已经登录很多天了 然后感觉还是不会封号 这个应该是不会封号的 但是这个体验 跟我们手机上直接安装的这种体验 稍微有一点区别 现在有一个 邀请我体验他的一个微信的最新体验版 我就直接不体验了 现在这个是我一个双开的微信 它的功能跟我们在上面安装的微信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像这样的一个微信如何的去获取 然后我们这个微信是一个双开助手 然后双开助手在安卓手机上 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双开的方案了 在很早以前手机上没有双开这个功能的时候 它已经拥有这个软件了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软件 就是双开助手苹果版本 现在我们直接来到它下载的区域 就是这个双开的 首先我们下载的是一个双开助手 这里边呢会给大家说的非常清楚 同时我们下载这个双开的应用呢 也不需要什么什么越狱之类的 然后首先我们第一步需要安装一个TF应用 这TF应用呢 我们直接按它的提示打开 在我们的Apple Store里面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安装完以后呢我们是一个这样子 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开发者的一个体验区 这个软件就是他们在没有发布之前 在这个软件在这个TF区域里 我们可以去体验 但是它有期限 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 大概还有双开助手 大概还有76天就过期了 过期以后呢 它的版本更新以后 我们再一次的安装还可以去应用 这TF软件下载完以后呢 我们还是回到soffer浏览器当中 这个网页呢 我稍后会放在视频下方 大家呢可以直接用你的soffer浏览器打开就可以了 然后呢 第二步就是点击安装我们的这个双开助手的一个测试版本 如果你第一次点击的话 我们这边也是一个接受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 然后呢它就可以安装到我们的这TF软件当中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iPhone的手机桌面就看到一个双开助手 然后打开我们的这个双开助手 那现在呢 我这个因为是已经登录一个微信了 我打开双开助手 它就会自动的连接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如果你第一次打开这个双开助手 它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加号 然后呢 它会提示我们目前只能添加一个软件 就是微信 其他的应用目前还是不支持双开的 然后我们添加进去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微信 然后就进入它一个双开的页面 然后我们直接登录就可以了 然后登录的时候呢 我发现它这个微信在这个上方会有一个延迟 而我发现这个应该它是一种 嗯 云同步的感觉 但是用这个微信 有时候就会一卡一卡的感觉 我现在登录微信 好 现在已经登录了 然后我们往上刷 或者往下刷 或者打开我们的微信的聊天记录 感觉总会卡 这跟你的网速是直接有关系的 如果这上面显示红色 现在我的网络情况不是很好 所以呢 它就会很卡 如果你的网络情况好 它这个延迟出现是绿色 延迟低的话 这个微信打开就会好一点 我感觉这个好像是一个云端的微信的感觉一样 包括它里面的这些数据 也不是直接存储在我们的手机里面 而是存在这个双开助手里面 同时它这个双开助手还有一个什么会员 我现在没法看到了 因为登录微信了 双开会员 它里面需要你购买的那个会员 就是云端的这个储存空间 比如说一个月28 好像是云端储存是三个G吧 免费的是一个G 就是说你微信里面所有的这些聊天记录啊 视频啊等等 它是不会储存到你手机上 而是储存到那个云端里面 这个也就是这个微信 它的一个优点和缺点 如果你需要这样的一个微信的话 你可以去考虑着去试一下 封号是不会封号的 只不过体验不是很好 好了今天呢 阿雷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阿雷的视频的话 可以直接在视频下方点击一下订阅 订阅后面会有个小铃铛 点击小铃铛 按什么时候更新视频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你了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